而在美国这一边美墨的边境出现了新的动态 我们知道在去年跟政策在一起前 这川普政府时期 他们就以疫情为由宣布了这一条 移民第42条法案 他们来驱逐边境的非法移民 还有寻求庇护者 当时这几年来实施以来 受到影响的人280万人 但是这一条法律在拜登政府这边改朝换代之后 宣告在11号的午夜就要正式失效了 在这一天晚上 美国媒体就直接在边境这边 出现了非常多的移民 试着想要闯一闯 包含在人权团体就警告 这边境长达3218公里 有十几万人现在都处在恶劣环境里头 对此这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也出来发言 他说现在坚称说 这里并不是开放边境了 如果你试着要非法入境的话 就会失去这样的庇护资格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说 这情况或许还会再混乱一阵子 过间河水中将孩子扛在肩上 高举包包 几乎只露出一颗头 把衣服撕成布条 在水中拉出渡河保命绳索 这里是墨西哥东北部 塔毛利巴斯州与美国德州的边界 宝宝嚎啕大哭 小女孩坐在黄土地上 一墙之隔就是美国加州 却跟着父母夹在边境 等待究竟是会被遣返 或是有幸获得美国庇护的未知命运 还有人钻过高场缝隙 拔腿狂奔 只要不被边境巡逻队抓到 就有希望 或是不为火车顶的强劲风势 换了好几班火车 怀抱着美国梦的移民 用各种方式要跨越边界 进入美国 朝更好的未来奔赴 根据CNN的报道 初估与美国边境接壤的 墨西哥北部各州 包括齐瓦瓦州 科阿维拉州和塔毛利巴斯州 至少有15.5万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聚集 试图要越过边境 寻求美国庇护 却被困在美墨之间 长达3218公里边界的 恶劣环境中 在两座高耸边界墙 之间的狭长地带扎营 莫弟弟就近在眼前 排山倒海的移民 之所以不为险阻 西家带卷涌入美墨边界 是因为美国前任总统川普 在疫情期间所签署 允许边境执法人员 以防疫为由 迅速缺逐越境移民 阻挡移民入境的疫情时期 第42条公共卫生令 在当地时间 5月11号 午夜到期 美墨边界现况 似乎不只是陷入混乱 可以形容 等在边界的移民 缺水缺粮 保暖过夜的民生物资短缺 有地方官员担心 如果突然出现爆炸声或警报声 恐怕会发生推及踩踏 后果不堪设想 人权团体也警告 十几万人的时速违安 恐怕会酿成人道危机 美国媒体报导 有人口贩子 刻意散布错误消息 声称第42条到期 美墨边境就会对移民开放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急忙出来澄清 重申十一号午夜之后 穿越边界将会适用 美国法典第八卷的相关规定 重申强调不正常穿越 救世违法 众议院则是在十一号通过 由共和党发动的边境保护法 麦克其炮火猛烈 矛头指向总统拜登 新法案要求扩建 美墨边界围墙 限制庇护申请 要借此防止非法移民 但预计参议院不会通过 白宫也已经表明 会行使否决权 想要在美国长久居留 想要有更好的生活机会 移民面对胃部的前途 却仍有段漫漫长路要走 华杰新闻 杜姬马独高 刘俊南专题报导 晚节九点 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观看